為什麼要花那麼多時間 很多人不諒解 我必須跟大家講 因為當時不知道是肉餅熙 因為現場連消防隊員都聞到 照理講 理財商如果有通報 就知道 但是他又不講 而且當時第一時間 消防局 高雄市的消防局長有問 因為他們知道大概那地區 就五大廠都找來了 都找來問說 有沒有 每一家都說沒有 每一家都說沒有 所以這詹老師可能清楚 就是說獨物隊他雖然有好的儀器 可是你在一個沒有特定氣體的情況之下 你空氣中有多少種污染氣體 列管的好像就一百多種 總共 應該張老師比我更清楚 台灣的整個氣體的生產 跟我們使用大概兩萬多種 但是列管的獨物 在獨物隊的列管裡面有265種 屏息還不是 屏息還是其中一個 總共265種 所以你看 你要265種一一去分析 所以為什麼會花那麼長的時間 也就是說獨物隊他有能力 可以偵測這265 包括用質譜分析儀 還有氣象分析儀 還有這個是我們在跑新聞的時候 不管調查局還是 都會有這種東西 他們有配備這個 還有雷射 還有光譜 他們有很多的這種裝備 那問題就是 這個運作你們成不成功 他們最近想問的就是 因為台北 高台中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了 其實我台北招請問很久了 只要有任何的毒物或化災 或工廠 火警 就兩個單位出去 消防隊出去 毒物科出去 習慣了 台北是已經習慣了 就是說我只要通報工廠火警 那裡面一次有毒物 這樣就好了 就兩個隊一起出去 就是消防隊我沿路 哄哄哄哄哄去 我毒物隊也從辦公室哄哄哄 我不管什麼 我身上就帶了七八個裝備 指捕分析儀器這樣分析都去了 然後聽毒物專科來做一個指揮 消防隊看怎麼處理 我不知道 我先到現場 就是 我看起來了 就是說這一次的相關的官員 去的時間並沒有跌跌到 都很快 但是有一個就是說 大家都質疑兩點就是說 你怎麼沒有辦法辨識那是扁枝 再來就是說 為什麼要拖三小時 不叫他們關起來 因為這裡你看 聯絡部今天根據高雄市政府 把時間點就弄出來 八點四十六分 冒白煙 民眾報案 這個就是第一遍 第二再來 九點十六分 半小時之後 消防車到場灑水降溫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瑞榮路412號已經爆炸起火 對 還燙傷了一個賣滷味的阿婆嘛 一個婦人 九點半到十點十分 融化跟華運同時斷氣 因為那時候他們說奇怪 壓力異常 九點五十五分 這個消防局主任秘書跟多名消防員 抵達現場勘查 8點46分 報案 二生路要勘查 九點五十五分 差不多一個小時又十分鐘 那接下來是這個 十點十分 那個李昶榮化公告華運 又通緝了 十點二十二分 這個鋼山溪接的水溝蓋氣爆 環保局人員到場採樣氣體 鋼山溪接也是在瑞榮路附近 對啊 環保局幾點 九點 環保局消防車是九點十六分到 然後消防局主任秘書九點五十五分到 然後十點二十二分 是環保局的人員到場採樣氣體 就是讀物隊啦 這邊有表啦好不好 到十點三十三分 環保的這個 南區應電隊到達 這就是我說的嘛 兩個小時後 太晚了 因為紙譜分析跟氣象分析它都需要時間 那是怎麼做 就剛剛詹老師講的 你地上鋪出來的那些白氣 我必須把它收集 收集之後呢 然後再用那個 我們看到 常常看電商看到 嘶嘶嘶嘶嘶那種 然後你幫它指補分析 跟氣象分析 再去分析這個氣體 你還要一段時間 這個時間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所以真的第一個大爆點 就是在十一點五十七分嘛 所以十一點五十七分 三分鐘之後 大隊長就回報 二勝一路 全面氣爆燃燒 所以請教方明秀 像你的轉業就是說 我們這個現場 你的能力有辦法 馬上檢測出那個什麼 基本上我們應該把它分成 事前預防跟事後 就是把它分開來 當然我們希望事前就知道 這個是什麼管線 什麼時候做的 誰的管線 什麼管材 多大的管線 以前都在冒白煙 我們都不知道什麼 你事後再去做呢 你是很難在現場立即 馬上可以知道說 這根是誰的管線 沒辦法 你沒有那個偵測儀器嘛 偵測儀器它必須要 譬如說OK 我今天抓出來 我先找到了 先找到了那個破損的管線 接下來我要追蹤這根管線 看這根管線是通到哪裡去 問題是剛才詹老師說的 破的地方不是破的地方 對 這個就跟台灣話講的 做土水的怕流一樣 它今天氣體冒出來的地方 它不會是破損的地方 它只是因為那邊 有空隙讓它跑出來而已 那你這樣講就沒有辦法 苛責高雄市政府了 詹老師再請教 就是說我們看到說它這個冒白煙 一陣子大家就開始一噴水 降溫嘛 你說降溫這是正確的嗎 就是用水霧啦 因為水霧是正確的 就是說你如果最好就是用 我說二氧化碳那邊有去或是乾粉 沒有的時候 它只能用水霧來降溫 把那個整個 有人說是這樣噴 水煮不行啦 他不是用水煮啦 他還知道 這點就說 消防堆還知道 但是還是這樣 主任秘書到現在還是沒有找到 非常難過 就說他們還是知道這樣 可是他不知道 已經串流在很多地方 因為當時跟第一時間 第一 我覺得你第一時間 根本不知道它是秉熙 因為報案的人 跟到現場的消防隊員 都聞到的是瓦斯味 我要強調 為什麼南區毒物隊到10點多才到 因為一開始 報案的人跟所有到現場的消防 都說是瓦斯 所以他們就是瓦斯的SOP去處理 趕快噴水霧降溫 結果可能發現噴了一個多小時之後 奇怪 怎麼又沒效 越爆越多 所以就覺得很怪 所以趕快通知南區毒物隊來 是 所以才會 為什麼南區毒物隊 會到10點多才趕到現場 來 我們先休息 進行 瓦斯的請教 這是那時候已經報案了 這是 晚上12點41分 但這個地方還沒報 這個地方發生什麼事 這是41分43秒的時候 你有看到冒白煙嗎 對 對 人孔到冒白煙 冒白煙 3秒之後 冒啊 3秒之後 冒火光 然後 3秒之後 浮雜 那我現在問你的就是說 我們要不要堵入桌 我們要做什麼動作 趕快啊 因為3秒就瀑 6秒就瀑 白煙 6秒就瀑 白煙一定要走 當然啦 就用就是說 人孔到冒白煙就要走啊 不是啦 我們現在看到裡面有什麼管線嘛 所以這個 我們也知道有什麼管線 清照吧 所以公開是滿重要的第一步啦 只是說 對有些地方公開是有用啦 對高雄公開已經還不夠啦 我現在是要問實用的就是說 我們在任何地方 台北市我們也會堵入人孔 像冒白煙 我們在那裡就是要先選 對 我覺得要有距離 是跑 能跑多遠 腿都軟了 是可以跑到旗樓底下嗎 你要選在哪裡 要選在哪裡 你就是不要逆風嘛 風到底在吹你就跑 要逆頭走 那就是這樣 其實如果他們這邊在高雄 說走對都一樣 因為你都不知道 他不會穿那麼多嘛 有沒有 盡量離開馬路 所以 因為你在房子建築物底下 通常不會有管線經過 來… 對 它都是走幹道嘛 這張看一下 你看抱著都是馬路嘛 馬路上面 所以我們趕快往旗樓 往旗樓跑嘛 未必啦 如果他是埋在建築物 那個建築底下 看還要看情況 建築底下不可能啦 對啦 高雄現在都是弄在路上嘛 所以這個死傷的都在路上 我們要靠著… 因為建築物底下 你就不可能 如果有管線問題 你要去人家裡面 因為下面修不可能啦 建築物底下只有瓦斯管 對啦 其實你用就在路上 所以我剛剛跟你講說 國際的規範就是管制的 正中心的左右 一個區域都不能有任何使用 你用的馬路 請問發生意外都是怎麼逃 看看你的建築物的那個強度嘛 還好我們台灣就是地當街 所以我們的建築結構的要求 你這樣說對不對 要買那個平台的那個條子會後面嗎 如果條子有夠用就倒了 我站這裡 快點啦 現在就說我們不知道 所以每一種的材質 它的爆炸的火力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我說很複雜啦 對於都市的防災 從這裡面 這一次已經這個死傷這麼慘重 一定要好好的 看看剛剛那個圖裡面 來 不好意思來 明明你頭那一陣子就倒了 我再看一看 對 等一下 實際上說這邊也 雖然這麼重大的傷亡 可是不幸中的大幸你知道嗎 因為他這一次如果在那個時候說 啊 趕快疏散 大家都跑出來露營 大家都出來水露營 開始往其他的所在走 但是那個時候放 你看他吸多少 吸多少 其實是很多人在家裡 所以比較不像這樣 沒有 我要說 現在很多媒體好了 他當然就事後諸葛 說應該要疏散 我們要說SOP 應該這樣講好了 如果我們 如果這樣 對 我輸得越多 輸得越多 那我們來講 如果你是當時在現場的 市府官員或消防隊員 那個區域牽涉到的 你看 那個庫營 十幾萬人 對 爆炸所影響的區 十幾萬人 你哪有可能在第一時間 第一個 你有沒有能力撤退十幾萬人 第二個 那已經接近半夜 大家都在睡了 你現在在話說 快喔 快走喔 結果沒事 如果沒事 這時候大家就開始 你市政府也不太好 所以他現在兩年 第一個現在是半夜 在當時還沒確定什麼議題 或是什麼氣體的時尊 那也許跟過去一樣 因為高雄每一年 都有這種漏氣事件 像去年 就是也是一樣 一大塊封起來疏散 那種 但是那個人數 因為牽涉到不大 大概只有一條街 這一次不一樣 這一次各地都有報案的時候 你想想看 那個地方是一個人口氣局區 不然我小便就住了 那附近真的十幾萬人 你怎麼可能疏散 所以現在當然大家都 事後諸葛說 疏散是SOP 十幾萬人 你告訴我能力 有這個能力可以疏散 這十幾萬人 發現就是說 真正重大傷亡的都是 在路上 對 也還好當時沒有 你知道那裡有一個路口嗎 那裡等紅燈 大家都在等紅燈 有的人是 這邊紅燈是在等嘛 如果車上是不是在走 結果那裡死傷最慘重 那裡就崩起來了 那裡只有四十九的 當時不知道幾個 他說 這個車水馬龍 然後這個等紅燈的時候 他說這個車子在跑 結果忽然之間一瞬間 蹦一下之後